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兩個葉然後就打在它中間 你看兩個葉打在它中間 花瓣的中間 新一名柬埔寨講師孫雅文 示範如何利用蒸館 在果凍裡變出一朵朵美麗花朵 從最開始的食材製作 調色到實際操作 耐心講解細節 完成這個像是藝術品的食物 等一下做的時候 我們是會用蒸餅 打釣出來的 千萬千萬不要看到一朵花 就是把花塞進去 因為有人曾經問我說 那是不是把花塞進去 什麼塞的 塞進去 而且我們做的果凍花 全部都是天然的 水果 所以是很健康的 所以不要怕說 吃這個是不是有什麼色素啊 什麼的 不是 我介紹一下我們 花 不是 不是色素的 是天然水果 做出來的 紅色的 是我做 我是用 火龍果 這個是 它是黃色 黃色是用 這個是重要的 它幫我製造成 果凍花體驗課開放報名 立刻湧入民眾搶報名 溫山區公所表示 常常課程開放報名 人數都爆滿 就是為了來體驗 各種有趣的課堂活動 這次的果凍花 吸引許多婦女興趣 邊製作邊玩 其樂無窮 這是什麼色 黃色 夠不夠黃 可以 可以 如果不夠的話再加一點 所以每個人喜歡的顏色 就是自己調 因為我們是打一朵花 所以打在中間 打下去 好 這樣按 下來 對 這樣 下去 拉起來 對 這樣下去 你看 這樣 那是花蕊的地方 對 花蕊 對 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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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意思喔 對 你就打下去 按 打下去按 對 對 同樣個洞喔 同樣個洞 同一個洞喔 按一次就要吸一點點 對 就是同一個洞 放下去趕快吸 不然你花會 會勾你 對 隨便你打 你要怎麼打 那個就是你的花 所以我就說 自己小孩要嫩喔 自己小孩要 講師孫瑤文 來自柬埔寨 深耕台北幾十年 曾遇過不少挫折 像是小孩被人家笑說 媽媽是外國人 她告訴女兒外國人又怎樣 並用行動證明自己 除了擔任通藝人員 在大學與社大 教中餐秉級證照 及國動化教學 她同時也是 南洋台灣姐妹會 及台北市新移民服務中心 多元文化講師 分享某國文化及東南亞美食課程 讓更多的台灣朋友 認識與體驗異國文化 播出自我價值 所以我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我覺得比較多的是 因為我們講的是 不見不開 剛才一到台灣 主要是講國異 還有我來到台灣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喜歡國異 但我不知道台灣還有一個 叫我台藝 所以我來到台灣之後 有很多很多消化 就是藝人的障礙 然後還有美食 就是我來到台灣 對於台灣的一些食物也是 當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說我生小孩 我吃麻油雞的時候 我覺得 好難吃 對 然後我每次吃麻油雞 我就會洗一下水這樣 她就說 我每次去教會死 對她就說 我 我吃你吃了 不久的 你吃了 你怎麼拿你生的 她就很整 所以我到台灣也是 有一點點 就是我說 找工作啊 找不到工作 不得 我想要做的工作 不一定有人要我 之類的 對 所以 身份的認同就是一樣 當你有個小孩 然後你在家裡 你說你是她小孩 但你小孩到外面的時候 她會說 欸你小孩是 你媽媽是誰 你媽媽是外國人 之類的 然後小孩會覺得 為什麼我媽媽是外國人 外國人怎麼了 對 但有時候小孩就是 對 講話的時候她不太懂 她會覺得 我為什麼 我媽媽為什麼是外國人 對 所以 我也是出來學習 我也是在台灣讀書 對 我從 我小孩去上 國小的去跟著上 然後小孩一直讀讀讀讀 高中大學 我也是跟著高中大學這樣 後來我也是 就是出來學習 然後考一些證照 然後當老師 然後我現在是在國中 國小 也有大學 高中沒有 但高中跟大學是比較少 所以我主要是在國小 教肩戰衣 還有女士 溫山公民會館 是溫山區的社區資源 也是新一名培麗基地 與大家情感交流的場地 經常舉辦各種新一名 多元文化講座 透過活動 不管是新一名或是市民 都能充分體驗到 多元文化特色 記者溫運軍台北報導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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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